现在是凌晨6点,我在整个日出 人在Villy Air小岛里 对面是龙木岛的 丁加密火山 灿烂的太阳慢慢地爬出来 美丽的太阳终于出来了 现在是凌晨6点37分 中文字幕志愿者 阳光开始越来越猛烈 现在是下午3点 我现在打算沿着岛屿的边缘路线走一圈 看看会花多长时间 看看会花多长时间 水域 这里的水比较浊 然后 可以看到 另外一个岛屿 这里的沙滩有很多珊瑚石 已经破碎的珊瑚 我尝试在珊瑚石当中 看看可以发现一些 比较特别的贝壳 比较特别的贝壳 不过看起来好像垃圾比较多 这些都是被海水打上来的垃圾 这一小段的沙滩 这种渐渐有海底 可是 也许海浪很强大 把这个海底呢 给摧毁了 这里有几棵松树也被海浪冲倒了 几乎连根打起 很可惜 没有好的保护 这里是西部 也就是说可以看到西洋的一边 那么我的住宿是可以看到日出的 是东边 这里的餐厅住宿也是蛮不错的 这间的露天餐厅蛮不错的 我很喜欢它的蓝色的山 边缘的吊坠 在松树上掉了很多的灯笼 我马上在迎接东西的幸运 还有不同国家的汽车 这里有几档卖手工艺品 这里西部的沿海的路线 基本上是很柔软的沙滩 所以要骑脚车也是相当吃力的 你看那些游客 明天下来推脚车 你看这里已经是很靠近 比利美诺 有些人还想从这里游过去 其实是不便宜这么做的 因为根据资料呢 这里有暗流 有两个岛流之间 海底的暗流是比较强的 这里有一个小地图 可以告诉你三个岛流的位置 好特别的一个珠树 漂亮的泳池 好特别的一个珠树 这里将一艘船改造成小餐厅 这里有一片这种树的丛林 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不许查一下这种座 叫着鹿兜树 这种树的名称 蛮特别的 整片都是这种树 树本很明显 这种树狗的 這幾天 全部都住在房子 好特別的粉紅 原汁行车也是粉红 哇,有颗的毛巾,用的毛巾也是粉红 哇,好漂亮哦 走着走着,开始可以看到龙木岛了 这里很明显的看到龙木岛 然后呢,也很明显的海浪比较凶荣 这一家的产品是好特别的 还有一个英国式的电话亭 不想看,不要说,不想听 哇,这个好漂亮的住宿 这一家应该是已经荒废的住宿 已经来到了龙岛的码头 意思说,我已经走了四分之三千的岛 马头就在前面 有位帅哥在弹起他 自弹自唱 那ํ… 那么多年 我已经回到了码头 回到了码头 现在是4点36分 也就是说大概是一个小时段 就可以走完四分之三圈 走着走着肚子饿了 吃一碗的爆瘦 这个帅哥在卖着 一万五